那名何信男子今天開車在國道新穎段 北上路段逆向行駛大約是七公里 造成了四輛車發生了車禍 而何信男子受到猛烈撞擊 松一搶救 宣告不治 根據警方初步調查 肇事的何信男子在下午四點多 發生了車禍 那麼詳細原因我們一起來看 何信男子是在國道兩百八十一公里處 一路逆向往南行駛在內側車道 也因此跟一輛轎車對撞 另外有兩輛車為了閃避他而擦撞 至於何信男子是否是酒駕 酒測值有待抽鞋檢驗 那麼針對他逆向駕駛的原因 國道交通對警方正在進一步的調查 當中